随着美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加 埃尔帕索正在为可能爆发的疫情做准备 埃尔帕索位于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以北 华雷斯城的卫生官员已经证实 有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 埃尔帕索公共卫生部的首席流行病专家 菲尔南多·刚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说 所有的部门都做好了准备 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测验 我们不能告诉你准确的时间 因为总部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 每个小时都在变 埃尔帕索卫生官员告诫大家不要惊慌 同时他们也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联络 跟踪任何疑似病例 要获得正确有效和及时的信息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 跟地方地区州和联邦伙伴部门协调合作 如果疫情袭击埃尔帕索 华雷斯城和新墨西哥州 我们已经制定了基本计划 和多个机构进行合作协调 埃尔帕索和墨西哥边境桥上的商贩担心 如果新冠疫情爆发 可能会关闭边境 这样会造成很多损失 因为据美国商业部统计 2018年 美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和服务贸易 高达6780亿美元 也就是每天为18.5亿美元 这样做会对我们和美国造成同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是贪贩 我们依赖来来往往上班的人 如果关闭边境 我们就会失业 阿尔玛·马尔多纳 每天往返于美国和墨西哥 他认为 病毒的扩散是无法阻挡的 即使关闭边境 病毒也会传播 埃尔帕索公共卫生局 不断提醒大家 洗手的重要性 避免接触脸部 并且对你要接触的物体表面 进行消毒 美国之音 门多萨 德克萨斯州 阿尔帕索报道